十前昏 rapport 詞曲 曲 李宗盛 放花四季 灯紅酒綠 抬眼望如人间陷进 起风呼吁 无路寻觅 满心闻是人生间心 高楼如雨 向着美女 回头看那一只蚂蚁 世态也凉 世态也凉 不哭灵笔 但嘎后再坠出海底 你的容颜已久 你的真情满流 你的真情满流 你我想见识了 别遗憾 只为穷良心平安 你的容颜已久 你的真情满流 你我想见识了 别遗憾 你的容颜已久 你的真情满流 你我想见识了 别遗憾 只为穷良心平安 我将为穷良心平安 下次开庭之前 我必须要和你讨论每一個细节 这需要很多的时间 你有空吗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真对不起 我这场官司输定了 帮不到你扬名立万 你现在放手还来得及 你小子 怎么满嘴胡说呀 文先生 现在胜负未定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白痴啊 谁让你来淌这趟浑水 就算我输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又伤不到你一根毫毛 你还是乖乖地回去 当你的买半千金小姐吧 小子 你就剩一张嘴了 我会接受这个案子 只是为了替花界商人讨个公道 并不是冲着你文弘业三个字 我再说一遍 你 这是我的一个案例 白痴 你小子真不是好人心啊 非要惹得宋小姐撒手不管你的官司 你才肯罢休啊 我看你最后怎么个死法 你怎么回到这里来 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没变 你变了 文阿璐变成文弘业了 我脱了几层皮才变成了文弘业 忽然间让我变回文阿璐 恐怕连骨架都要散了 你明知道这样 还要故意惹恼宋小姐 我看你到时候没人帮 活该啊 师父曾经说过 人生如潮水 有起有落 我这一波潮水涨得太快 也落得太猛 当初 如果您要是听了万师父的话 安安分分地守着这间裁缝殿 说不定今后的日子还会过得安稳点 我不后悔 如果要我一辈子窝在这里 就算安安 对我来说也是白活 现在房子都卖了 你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还在这磨蹭什么呀 赶紧回去想办法吧 三百万哪 你砸锅卖铁也凑不够这个数 都怪你 什么好名字不叫 偏偏要叫华叶 如果不是华叶这个名字 那些鬼老就挑不出你的毛病来了 你别做梦了 汉思一直把我当成他手上的棋子 只是他没有想到我会跳出他的手掌心 还跟他平起平坐 所以他才咽不下这口气 就算不叫华叶 他照样会把我当成肉中刺 不拔掉我 他是不会自在的 你小子就是锋芒太漏了 根本就不懂得夹着尾部做人 商场如战场 我加起尾部做人 他就会放过我吗 看起来 这一次就算是宋小姐亲自出马 也不一定救得了你 你原他不出马 我实在不应该再拖他下水 哦 原来你是心疼宋小姐 所以才故意气她走的 我太了解凤华了 他有很多地方跟我很相 一旦决定的事情 就算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你是来看我如何落魄的吗 来得及 过几天到法庭上去看 我肯定是灰头土脸包你满意 你小子敢跟洋人明挑 有种 我鱼翼龙佩服你 要不是因为新莲 我想我们会成为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不 你们现在还是好兄弟 于大哥 你帮他想想办法吧 他被鬼老逼得走投无路了 如果当时你依了新莲的心意 不妄想着一步登天 就不会有今天这些麻烦了 我要是早依了新莲的心意 你现在还有机会每天守着他陪着他吗 既然你还会争风吃醋 那为什么刚拜完堂 就丢下新莲走了 我不想跟你啰嗦 我来这只是想警告你 有人算计你 你小心点 是新莲叫你来告诉我的吗 他不怪我了 呸 哪个姑娘受得了逃婚的新郎 你把新莲的颜面都遭她够了 你还指望她不恨你 是我活该 当时我没有估计到她的颜面 不过请你回去告诉她 我已经得到了现实报应 我的下场 会让她觉得痛快 你小子别把我的警告忘了 锦处小心 别遭乱算 好奇怪 真的很奇怪 我们之间明明有扯不清的恩怨 为什么你三番两次的 要操心我的死活 还是那句话 这世上有种东西叫做义气 跟你说也是白说 我敢打赌 你写不出这两个字来 天哪 天哪 这世界上 居然还真有像余大哥这样 顶天立地的铁汉子 当然了 你小子也不差 算了吧 我这一辈子是没有脸 活得像她那样心安理得了 奇怪 连我在内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 为你掏心挖肺的人呢 放心 只要我能够过得了今天这一关 我发誓 我会十倍百倍地回报你们 可惜啊 你小子铁定过不了这一关 我的家伙在案子上 真诚 我能够过得了 反正 好 是 请不回答 我最后来啦 你给他摆个人 reasons 麻烦 麻烦 宋芳华 你已经不是宋家的千金了 没人辞贵 靠自己吧 不要折腾我了好吧 我是为了谁 你还不知道吗 小姐 小姐 你的脸色好难看又不舒服了 麻烦 你怎么了 把他们带来了 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告诉我 是啊 方华 我们是好朋友对吗 小姐 我给你带了吃的 还有牛奶 快喝吧 我从来不知道 牛奶这么好喝 你是又渴又累呀 你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苦啊 麻烦 我自己会习惯的 不行 你一个人在这儿 孤孤单单的 吃没的吃喝没的喝的 走 搬到我家去住 就算去你家住 也不是长久之计 长久 你还真打算 没完没了地这么下去啊 方华 你有决心吃苦 可是肚子里的孩子需要照顾啊 我现在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胜诉 其他的 都不重要 你生我的气了 还是担心输不起啊 为了这场官司 我连家都不回来 当然输不起 这是你经手的第一个 却是我经手过的无数案件之一 你在法庭上被我挫败 你要知道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就不能指望对手手下留情 也许 我不应该抢出头 自己妄想 帮红叶挽回颓势 是我太自不量力了 怎么你泄气了 我面对的是为法学权威 证人君子 泄不泄气 结果还不都是一样 不不不 除了上帝 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 教授 莫非您有什么指教 今天憨似找来了一帮证人 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是什么 实际上 文红叶反败为胜的关键 不在法庭之内 而在法庭之外 那些小华商和百姓们才是他最有力的证人 有力的证人 而且再严苛的法理也不外乎人情 对吗 这个案子是中西方商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次法律上的交锋 文红叶敢于应战就值得喝彩 中国人需要觉醒 更需要抱成一团 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力量 教授 教授 我懂了 那么现在 请把你给人喝下去 这是我们民族商人和西洋裁判 第一次在法律上正面交往 我们应该支持自己的同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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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支持自己的同胞 都是自己的 我们应该支持自己的同胞 您是 您好 我 我想求见李宝营先生 我 我是 小姐 小姐 怎么了这是 少爷 你快来看看哪 小姐 小姐 宋小姐 李先生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姐 我闭嘴 闭嘴 都想办案法 教授 我打电话去问过了 房东说 方华根本就没有 回到他住的地方 他会不会算得开窍 这才算聪明 你这是对方华人格的侮辱 我宁愿他不想来 而不是不能来 法官大人 辩方律师一直都不出庭 难道因此就延误 今天的结变和判决吗 辩方律师无故缺席 本庭示威弃权 开始结变 尊敬的法官大人 为了公平起见 我请求给被告一点时间 再等一等辩方律师吧 Davis 你是谁的律师 洪方律师请注意你的立场 本庭还有很多案子要审理 不能为这一件案子耽误时间了 阿龙 有律师你都赢不了 现在没有律师 你不想说到底输啊 你呢 你个白痴 我现在最担心的 不是输赢 不是 可是 输赢 祈祷 祖宋大律师得罪了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是绑架罪 是要判重刑的 不愧是大律师 把这种地方也能当成法庭 一开口就给人定罪状 看起来你才是主谋 你快说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究竟是什么目的 到底是喝过杨墨水的女人 果然是临危不乱 有胆有识 我明人不说暗话 你要替文弘业在法庭上辩护 为他救苦救难 恐怕是没机会了 你到底是谁 你想干什么 我一说你就明白 我嘛 就是新莲的亲阿爸 杨副爷 在 请大小姐 是 暂时休停 下午两点准时开庭 戴维斯教授 戴维斯教授 连你都不知道 方华他为什么没来 那他究竟上哪去了 他有家不能回 他还能去什么地方 戴维斯教授 您是明事里的 我 我很了解你的立场 这很难两全 可惜方华 他不懂啊 他不是你女儿吗 不是你学生吗 他怎么了 你们怎么可以 一点都不知道 你这个混小子 我还没向你 要我的女儿呢 你凭什么在这撒饮 威廉先生 请你不要冲动 这里是法院 戴维斯教授 来 我跟你说 您请点啊 好果不挡路 好果不挡路啊 喂 你才是狗 你的主人快要完蛋了 你等着哭丧吧 好果不挡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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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叶叔的不够惨 又找这么多证人来收拾他呀 你说我找他呢 李爷 红叶叔对不起您 可是用不着落井下石 打落水狗吧 哎 你小子胡说什么呀 宋小姐难道没有告诉你们 是她苦口破心说服了我 叫我挨家挨户 把这些朋友请来的吗 豹哥 你见过芳华 闻先生 怎么不见芳华呢 这场官司我不打了 谁能告诉我芳华在哪 大小姐 勇气 真的是我阿爸叫你来找我的吗 来这干什么 大小姐莫非信不过杨卯人 我阿爸不计较你做过的坏事 我可从来没把你当好人 我就说此一时彼一时嘛 大小姐 杨卯就是有委屈 也只好我都离宴了 大小姐一进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保你开心 当初杨副爷帮我来 就是关在这里 大小姐真记仇啊 我说此一时彼一时嘛 大小姐 这里关的 正是大小姐想关的人 请 在广州府 我宋芳华可不是默默无闻之辈 很快就会有人发现我失踪了 你还是趁早放了我 免得知法犯法惹祸上身 宋大律师对我的出身有所不知啊 多少年来 栽在我手上的都是赫赫有名的角色 宋大律师不算最出名的 罚网惠惠 你逃得过一时 可逃不过一世 我实话告诉你 我的后台硬得很 有恃无恐 你奈何不了我 宋芳华 新莲 新莲 你看 这就是我要送你的大礼 阿爸你放了他吧 万新莲 你鬼迷心窍了 你居然跟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黑心阿爸同流合污 你 你说什么 你们想用这种手段 阻止我帮文弘业辩护 你们真是太卑鄙无耻了 初庭 阿爸 新莲 我不是知会过你吗 我要教训文弘业 替你出一口怨气 你早就答应了 文弘业目中无人 只有叫他一败涂地 你才能赢回他的心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万新莲 原来你不只是小心眼 你还学会了心狠手辣 你 你别血口盼人 好 我陈云生的女儿 就得有这股霸气 现在 这个女人交给你了 有仇报仇 有冤报冤 阿爸 还有点别的事情 杨副爷 在 你在这看着 是 万新莲 我和你的个人恩怨 有的是时间清算 但是 我现在必须走 求你放了我 大小姐 别听他吓咋唬 有我在 你怎么整治他痛快 您尽管吩咐 就算我求你 算我对不起你吧 等我出了法庭 我保证给你时间 报复个痛快 但是现在 我求你放我走 你 你说什么 你求我 是 我求你 我求你高抬贵手 行吗 我每次见到你 你都高高在上 我只有抬着头看你 高贵的杨学生 大买半的千金 你今天 终于也向我低头了 也学会求我了 您社主大小姐的身份 谁敢不向您低头啊 别听得废话 只要您下令 我叫她尝尝 什么是厉害 正治杨学生 我还是头一遭呢 万新莲 文红叶还在法庭上等着我 我不到场 他就有无翻身之日了 他不吃点苦头 他就永远不知道回头 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 没有时间耽误了 为了文红叶 你放我走吧 你是为了阿璐哥 才求我的 不是为你自己 你不是自己 甘拜下风吗 我不懂 这有什么分别 这当然有分别 如果我放你走 你又成了阿璐哥的恩人 而我呢 我就成了卑鄙无耻的小人 背上落井下石的臭名 万新莲 你满脑子只懂得争风吃醋 换得换失 就没有别的吗 没有 我心里只会想这些 我不会跟阿璐哥讲那些昏天黑地的大道理 你知道吗 阿璐哥是我的全世界 你抢走了他 就把我的世界抢走了 我的心就空了 就死了 你根本就没有心 你当了社主的女儿 你的心就硬了 染黑了 苏繁华 到现在你还教训人 你敢对我家大小姐大呼小喝 我肯定活得不太晚了 你给我滚开 这是我和她的事 不用你滚 我真是对你们弹琴 我呼出去了 你没事吧 我忘了没有声音 忠叔 你干什么 父王 哦 我把这些推荐要回去 也紀了 真是 你去哪啊 你去哪啊 岳父长 我去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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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去哪啊 辩方律师无故缺席 为了公平起见 被告有权令外 指定免费的公社律师 法官大人 我无所谓 尽快结束 这样吧 我来为我自己辩护 在座的各位 即使我的商行 不叫华业 我想汉司先生 也一定会向别的花招 把我打落水 你们打吧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保证还会站起来 我一定还要成立自己的商行 还取人叫华业 你这傻小子 你这叫什么辩护啊 你这不等于承认 自己认输了吗 是啊 还有这样辩护 是啊 还有这样辩护 是啊 再来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东西 怎么办 怎么办 真不怕 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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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不是 边防律师你 法官大人 抱歉 我被一点事情耽误了 请允许我开始结案答辩 可以开始结辩 一个华人青年 只因为他是黄皮肤黑眼睛 就应该受到歧视 只因为他曾经一无所有 却快速地挤身 以西方商人云集的 省港商界名造一时 只因为他用了 中国最常见的商号 华业两个字 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请问 这公正吗 法官大人请看 这些照片 有华业丝绸 华业杂货 华业药房 等等等等 不胜为局 再一次证明 华业这两个字 是中国自古以来 商家惯用和常用的名号 根本与德育志 花言洋行没有任何关系 洪房律师提出有关注册的辩驳 辩方律师又如何响应呢 法官大人 请看 法官大人 这些叫华业的商家 数不胜数 有的还超过百年的历史 众口结碑 难道不比注册 更有公信力吗 如果硬说是侵权 那只能是花业侵权华业 而非华业侵权花业 法官大人 我们省城所有叫华业的商号 一致同意 无条件让文宏业先生 使用华业名号 对 我们都同意 华业是中国人的商号 是我们中国人的 对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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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宏叶的华叶商号侵权罪名不成立 原告德意至花叶洋行败诉 多谢法官大人 老天终于开眼了 好 好 好 最有志 souha 好 wireless 好 好 是 他们 随便拳膜 白玉 芳华 青出于蓝 而上于蓝 你赢得很漂亮 你真是太出色了 要知道 这场冠册 我输的是身负靠服 你现在怎么样 你的脸色很苍微 一定是累坏了 快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芳华 你跑到哪儿去了 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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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芳华 芳华 恭喜你 温先生 你真的要怎么办 他们都要去 你这些人 韩子先生 我们十年之内 还可以上诉啊 文由密宋这么善于巧遍的辩护律师 我们再上诉 也晚不会败局 朕该多谢你有这么个女儿 宋伟廉 你可以骄傲了 我恭喜你了 孩子先生 芳华年幼无知 我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 你宋不是已经离家出走了吗 你这当父亲的毫无威严 还有什么招数教训他 是是是 我教育无方 我宠坏了孩子 韩子先生 只喝那个文弘夜迷惑了宋小姐 这件事怪不得威廉先生 败给一个东方小子 我输的不仅是一场官司 而是输了西方人的尊严 输了杨商在这里 不容挑战的地位和优势 韩子先生 请允许我代罪立功 文弘夜 他不可能事事如意 来日方长 总有机会搬回来的 You're right 即便文已经变成了一头小狼 跟我这批老狼为敌 是他最大的误判 在法庭上暂时输一局 我发誓 在商场上狠狠欢机 是是是 只要你那个 律师女儿不跳出来搅局 你最好去提醒他 他玩火玩得开心 被祸烧灼的很可能是他至亲的父亲 哦 这 啊 啊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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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先生 如果您不中断我跟芳华的交往 我打赌 你肯定不会出现今天的难堪 女大不由人呐 做父亲的无能为力啊 马修先生 拜托你在汉死先生面前替我多多美严几句吧 哼 这还用说嘛 不过我也有件事 如果汉死先生知道肯定会很介意 万事修备 万事修备 只欠东风 money 啊 你第一次是 让让我帮你 挪用公款 哈哈哈 既然你女儿能用的 为什么我就用不她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慢点啊 啊 啊 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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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相信了 如果你对法官的判决 还有疑问的话 等我精神好一些 再跟你说明吧 我才不管什么宣判不宣判你 我早就发现你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你生病了 快说话呀 我要急死了 宋小姐 红叶她没有说假话 她真的对你是牵肠挂肚啊 龙红叶 你不知道为什么 温先生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方华的 丢你 走吧 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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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你告诉我什么事 耽搁了你上法庭 你怎么这么狼狈 你不告诉我 我不安心哪 方华 温先生 你早就去方华不顾了 还说什么放心不放心 方华为了你 连家都回不去了 什么 她干嘛又阳楼不住 顾身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 她干嘛被人绑架 还不顾性命逃出来 赶到法庭去 你要是有良心就应该赶得惭愧 宋小姐被绑架 绑架 谁干的 去问你的万七连 喂 有没有搞错啊 新连不愧不知道宋小姐 她帮你打官司 绑架这种缺德事 她也做得出来啊 她还真是黑道社主的女儿啊 新连不是那种人 你再满嘴胡说 我打扁你的嘴 那人家林记者 也是满嘴胡说吗 你有本事 去打扁人家的嘴啊 嗯 我不相信 新连的心肠软 从前那只小鸟受伤都会心疼 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 打死我也不信 它会存心害我 女人发起狠来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她不是结了李子连号的股份 想给你下半子吗 谁都会变的 从前如果有人说 你是吃里扒外 出卖恩人的人 打死我 我都不信 可是现在呢 不信也要信 我是变了 可能是迫不得已 但并不等于所有人都会变 我也变了 想当年我龙周德 一身赤胆 担心可招日月 可是现在呢 情义放两边 栗子摆中间 跟着你没心没肺地打天下呀 就算西连变了 那也是我害的 我对不起他 他有变的理由 我真该吃子弹 说不定啊 是西连那个亲阿爸 出的黑心主意 把西连给教坏了 我把西连给你 我看他 就算了 我把西连给你 要去经历 宁愿相信美丽妄言 想我天荡爬不上去 想我地狱操不下去 想我地狱操不下去 想我天荡爬不下去 想我地狱操不下去 想我地狱操不下去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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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觉得好辛苦 辛苦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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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的让我觉得幸福 过去的一切全都是别人的 今天我才感悟到真实 感到真实 早就不再相信你 却还要去经历 宁愿相信美丽妄言 美丽妄言 想我天荡爬不上去 想我地狱操不下去 想我地狱操不下去 想我天荡爬不下去 想我天荡爬不下去 想我地狱操不下去 想我地狱操不下去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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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的让我觉得好无辜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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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的让我找到出路 有了出路就有幸福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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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吧